大家好,你们好吗? 欢迎大家来到XM Mandarin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 十分钟和六百秒的小故事 我先来读一下 很晚了 五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 我对她说 再看十分钟就去洗脸睡觉 她不高兴地说 十分钟太短了 于是我说 那就六百秒 够长了吧 女儿听后开心地说 够了够了,妈妈真好 你听懂了吗? 我们来学习一下词语 分钟 分钟 洗 洗脸 洗脸 秒 秒 开心 开心 好,那现在我们来一句一句 读这个小故事 很晚了 五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 就是晚上已经很晚了 但是呢,我的女儿还在看电视 她不想去睡觉 那我对她说 那我是妈妈 对她说 再看十分钟就去洗脸睡觉 那这个在的意思就是more 现在再看十分钟 那你就要去洗脸 要准备睡觉了 她的女儿呢 不高兴地说 十分钟太短了 十分钟太短了 因为她还想继续看电视 于是我说 所以呢,我就说 那就六百秒吧 六百秒 够长了吧 够是enough 够不够了呢 给你六百秒 那女儿听了以后 听后的意思是说 听了以后 她很开心地说 很高兴地说 够了够了 妈妈真好 好了,你听懂了吗 那现在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这个小故事吧 请听好 很晚了 五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 我对她说 再看十分钟 就去洗脸睡觉 她不高兴地说 十分钟太短了 于是我说 那就六百秒 够长了吧 女儿听了以后 开心 很开心地说 够了够了 妈妈真好 好了,这是今天的小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两个题目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她让女儿做什么? A是洗澡 B是快去睡 C是早点起床 第二个问题 女儿为什么后来又高兴呢? 她开始的时候不高兴 为什么后来又高兴了? A收到礼物了 B受到表扬了 C以为时间增加了 那是哪一个答案呢? 如果你已经知道答案 可以写在下面的评论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课程 欢迎来XM Mandarin中文学校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